这节新闻一开始呢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昨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出台的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这部意见呢 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认定 定罪量刑等方面 都做出了更加明确 更加严厉的规定 同时还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措施方面 提出了具体要求 意见强化了办案机关 及时立案和收集固定证据职责 重点明确了 奸淫幼女等性侵害犯罪的认定原则 意见中突出体现了 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优先保护 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 最大限度的司法关怀与呵护 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架起一道不容触碰愉悦的高压线 意见同时指出 人民检察院认为 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 而不立案侦查的 或者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 据此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 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人民检察院认为 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此外意见还明确了 要以强奸罪定罪的两类特殊的性侵害行为 一类是采用特殊手段 一类被告人是特殊人群 意见第二十条明确规定 以金钱财务等方式引诱幼女 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 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均以强奸罪论处 而第二十一条则规定 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 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 利用其优势地位 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 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 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另外意见在对于性侵害 未成年人的犯罪嫌疑人判罚方面 也有了新的规定 明确对于强奸未成年人的 成年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 一般不适用缓刑 对于一直以来 办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 一个经验的总结 是一个司法政策性文件 它的目的主要是 统一各机关 今后办理这一类案件的思想认识 提高办理这类案件的水平 加大对这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和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这类案件的发展 对于是